大家好,欢迎回到地球旅馆,我是Lainster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人的一生是注定的吗 我们的寿命,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性格爱好,想法做的决定 甚至是我们的相貌与爱人的缘分 一切的经历,我们这个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注定好的吗 就拿寿命来举例子吧 人们常说抽烟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减少人的寿命 不过最新研究发现,这些后天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 我们知道,人的基因主要位于染色体 染色体是由DNA和蛋白质共同拧成了超长的线性结构 而每条线的末端的结构就被称为端粒 一般来说,端粒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而老化 而最新研究发现,检测人体细胞内的端粒的长度就可以预测人类的寿命 端粒长的,他的寿命就长 也就是说,人刚一出生的时候,他的寿命就已经被确定了 但不止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发现了 基因决定的不只是我们表面物质上的东西 比如说肤色啊,瞳孔的颜色啊之类的 他决定的东西啊,要远远超过了我们一般的认知 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 南方军战俘营的条件非常的恶劣 造成战俘的死亡率飙升 而在战争结束后,幸存下来的战俘的状况并没有好起来 而是被这段惨痛的经历折磨了一辈子 他们回到社会后找不到工作,身体健康也衰败下来 很多人都去世的很早 按理来说,随着他们的离世,这件事也应该告一段落了吧 但离奇的是,这些战俘的子子孙孙好像都受到了诅咒那样 即使他们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也不畏衣食担忧 但是他们的死亡率却比别人要来得高 这个现象非常的奇怪 然而啊,类似的情况在各地都有发生 甚至更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甚至有这么一件心理治疗的个案 一个病患非常的怕水 每当接触水,他就会感到焦虑和说不出的伤心 但是呢,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就那么怕水 后来才发现啊 这种心理状态竟然是通过母亲遗传下来的 原来病患有一个溺水身亡的舅舅 而病患的母亲经历了丧失弟弟的痛苦之后呢 这种伤痛竟然就刻在了自己的DNA里 而且还影响到了后代 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要知道悲剧发生时孩子还没有来到世上呢 那一段和孩子没有直接关系的记忆 是怎么影响到他的呢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 基因携带遗传信息 比如说我们长的样子啊,特征啊等等 那么为什么上一代人的人生经历 不只是生理上的 甚至连心理上的 也会影响下一代呢 下一代的身体到底是如何记得这种创伤的呢 为了找到这个答案 专家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那就是表观遗传 表观遗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DNA是由一连串的ATGC核甘酸组成的 作为生命的密码 它是先天的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除非发生基因突变 不然啊 DNA的遗传物质的序列 在人体几乎是一生不变的 但表观遗传所关注的是后天的 不稳定的动态的事 他研究的对象是过程与转变 也就是指发生在DNA上的种种变动 虽然资讯的整体早已被决定 但是里面的各部分是否会表达出来 这个却是可以被改变的 简单来说就是 当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时 人的DNA也会做出细微的化学反应 比如将某个基因打开或者是关闭 好让人适应环境 这个过程就是表观遗传 然而有关表观遗传的研究还不算成熟 而且他也不能完全解释以上的种种案例 就像怕水的那个案例 祖杯上的创伤到底是怎么从心理层面上影响后代的呢 表观遗传并不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那么被解开的揭秘码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的网络世界很危险 我们的IP随时就能够透露出很多关于我们的个人隐私和资讯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呢 这里我们就来好好介绍一款很好用的VPN软体 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是一款专业的VPN软体 不仅可以隐藏我们的线上活动 保护我们的身份 还能防止跟踪 这样就能确保我们的一切敏感资料都受到保护 最近Surfshark还推出了可以额外加构的新服 Surfshark Anti-Virus Surfshark Anti-Virus是一种雨量级的防毒解决方案 它可以很快的全面扫描我们的设备 同时也能执行计划扫描 确保我们在百忙之中免于病毒的侵害 不止如此 他们家适用于所有平台的应用程式 只要一个账户就能在无线多台设备上使用 他们家还有30天的退款保证 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合适 都可以无条件退款 现在到下面的资讯栏或者是置顶留言里 用我们的链接 然后输入折靠码 而Sin就可以马上获得专属优惠 还另外免费赠送三个月 赶快试试看吧 一名来自美国乔治亚州的男子 索尼·格雷厄姆 因为感染了病毒而罹患扩张性心肌症 他在登记等待心脏移植的一年后 终于在1995年成功的进行了手术 捐信心脏的人是当年33岁的哥特尔 第二年格雷厄姆联络了科特尔的遗孀 雪莉尔向他道谢 格雷厄姆当时见到雪莉尔时 感觉好像已经认识他许多年了 马上就对他一见钟情了 两个人几年后还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奇怪的是 格雷厄姆在移植手术后 变得喜欢喝啤酒 吃热狗 这些都是科特尔生前喜爱的 然而两个人的幸福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 结婚后的第三年 格雷厄姆开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死因竟然和当初的哥特尔完全一样 这种接受了器官移植后 出现捐信者的个性行为等特征的案例 其实并不是单一的 夏威夷大学的护理系临床教授保罗·皮萨尔 和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教授 加里·施瓦茨等学者 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 其中就记录了十个相同类型的典型案例 而且世界各地关于移植器官 携带记忆等临床报告更是有几百例 为什么会这样呢?没有人知道 不过有研究者们提出了细胞记忆的假说 他们认为细胞的神经元可以储存记忆 而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心脏移植患者 亚利桑那大学的学者也对300位移植患者进行追踪 测定心脑共鸣的生物物理学指标 他们猜测接受器官的人大脑会以电磁共振的形式 处理共体心脏传导的讯息和能量 虽然细胞记忆这种说法还没有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如果接受捐赠的人可以通过细胞继承捐献者的特性 那么我们也可能可以通过基因的遗传 来继承祖辈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信息 毕竟在人体之中有很多休眠了的DNA 有很多人类还搞不清楚作用的DNA 在这些未知的DNA之中 会不会有一些就记录着人类的经历和记忆呢 我们知道光是一种能量 由于光速非常快 所以科学界认为不可能是通过某种技术 让光停留在原地不动的 就算是质量巨大的黑洞也只不过是将光子吸附到黑洞之中而已 然而1984年一位叫彼得·卡里耶夫的博士做的一个实验 却让科学家们大跌眼镜 卡里耶夫博士在实验中发现 人类的DNA竟然像一块吸收光线的海绵一样 能把光全数吸收 并且以双螺旋状的结构排列储存光子 DNA显然创造了一种会吸收光线的漩涡 跟黑洞的概念差不多 只不过是规模非常非常的小而已 就像松鼠把松果储藏在空心的树干里过冬一样 这种现象引发了我们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 储存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光是如何被储存的 又为什么要储存呢 当卡里耶夫博士正准备结束实验的时候 他又观察到了一种神奇的现象 那就是在他拿走DNA之后 那些光子依然不会打乱结构 照样按照双螺旋结构排列和旋转并没有消失 无论是什么东西把光给留住了 都证明了它完全不需要通过DNA分子 而是通过别的东西 一种看不见的东西 而这种东西有强大的力量 能够留住可见光并加以控制 把光排列成DNA的形状 这个实验让人不得不相信 人类的DNA能够连接某种强大的能量场 而正是这个能量场的存在才可以把光子锁定在原地不动 即便是移走DNA 光子也会置身于能量场之中而不能离开 这就是DNA魅影效应 卡里耶夫博士还发现 这种DNA魅影在被有意的摧毁后竟然还能重生 于是卡里耶夫博士认为 DNA分子里可能没有生物的完整的遗传密码 至少DNA分子并非遗传密码的最终位置 这项实验结果证明了两件事 第一就是有一种我们之前从未了解的能量场的存在 但是否是DNA本身留下的能量场 我们还不敢断定 第二就是细胞里的DNA能够通过这种能量形式影响物质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大胆推测 人类的DNA所遗传给后代的 可能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机能和特征 可能还有与精神世界有关的记忆 由于精神世界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 所以它们很可能就是以能量的形式被映刻在了DNA之上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曾经在1944年说过 所有物质都是由一种力量孕育并维系着它们的存在 我们必须假设在这个力量背后 存在着一个具有意识及智能的心智 这个心智是所有物质的母体 那这是不是就说明了 祖辈或者是上一代所做的什么事 也会影响世世代代呢 因为基因都是一代传一代的 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我们在聊风水的那集视频中也有谈过 人是负经母血的结合体 实系的血脉之间是有潜在的联系 包括祖先的灵位和后代也是有某种微妙的关系 所以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 人生的一切偶然其实都是必然 因为人的一切就像是已经预先设定好的电脑程序一样 也就是说人的命运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之后的人生只是按照已经写好的剧本在发展而已 那就是一个人的命 虽然很多年前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基因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的摸透它 它还是人体未解之谜的一部分 科学家们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各种基因相关的实验 尚处于初步阶段 因此能够得出的结论还比较有限 这么说来 上一代人的作为的确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命运 只是华人把它叫做宿命 而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的表现形式 则是基因一种生命的编码 关于基因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